一樣就是輸出那個 我們那個網址還記得吧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他要看到輸入的是四個東西 所以以後的話 反正你那個考試 就是看到什麼就 建立幾個變數 然後呢他要進來都用input input如果要轉型你就用eValue 大部分就是會有這種流程 那只是輸出的話呢 我需要怎麼樣輸出這邊要七個字 空一格這邊又是七個字 一定是七個字 那如果你要剛好七個字的話 特別注意我們在基本域法裡面有format 其實就是這邊有一個 如果你寬度是幾個字的話 就是什麼呢 一個大瓜糊 然後裡面一定是先冒號 幾個字的話你就輸出在這裡 後面的話如果是整數就低 那如果是小數點的話 比如說到第二位就 點2f這樣子 所以這邊的話你其實可以稍微改一下 改成這樣 如果整數是低 這個是意思就是幾個字的意思 另外的話如果要向左對齊 靠左對齊的話 就是再加一個小於的符號 再冒號後面 這是規則 OK 所以我大概知道規則之後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看到的結果 就是我們要的像這樣的畫面 所以特別注意 那我們就按部就班 所以考試的時候 你就把這邊呢 假如說沒有 輸入123 那你要把它變成下面這種狀態的話 那你要把它變成下面這種狀態的話 第一個你就打一個printer OK 那printer後面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給它它要的格式 先給雙影號 雙影號之後的話 裡面先給大瓜糊 再先給一個冒號 這規則可能要稍微熟悉 其實這些考試主要就是 考你熟不熟這些東西 如果熟的話 馬上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因為你要幾個字 你要7個字 那你要取到小缺點第幾位呢 點2f 小缺點的第二位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把 中間這邊的格式先做出來了 所以目前看到的 就是這個 這個的格式 這邊的格式 那因為它前面會有一個 這個符號 所以你在前面再加一個符號 所以我在前面再補一個什麼 補一個這個符號 補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 Shift 再加上Enter上面這個 有沒有 Shift Enter上面那個按鍵 那這樣的話呢 在中間加一個空白 空白之後的話呢 把這個 複製一下 因為後面的格式跟 這個跟這個格式是一樣的 目前現在是在做格式喔 這個格式有點是在 像Excel裡面的那個 儲存個格式裡面的那個制定 你可以制定這個格式喔 規則我剛剛講過 盡量就熟悉它就對了 那後面的話呢 如果要把這個格式 再把N1跟N2 丟到那個Format裡面 所以點下去 點意思就是說 我格式已經做好了 那你的資料在哪裡呢 我用Format的方式把它帶過來 所以你這邊打一個點 點F啦 它其實會帶出來 不過因為你會發現 Eclipse還蠻方便 它會自動幫你把那個Format 帶過來 你就把這裡面的話 就是它的刮弧 有沒有 裡面呢就是給它第一個 N1 E4就是說把這個N1 跟 把這個N1的資料有沒有 丟到這個格式裡面幫我格式出來 就變成這樣子 那後面的話呢就是N2 然後呢 再一個後刮弧 特別重要這個如果你要自己打全部的話 你用後刮弧 這個後刮弧是Format的後刮弧 再一個後刮弧 就是Printer的後刮弧 這個可能要熟悉喔 因為這都是細節啊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你可能就卡關就卡在這裡 OK 那因為目前我們是用Eclipse打的 所以Eclipse有些會自動 但是在那個 Spider裡面可能就沒有這麼方便喔 那所以有些時候你Format 這個全部你 有時候就自己把它全部打完喔 好啊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喔 等一下吧 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複製一下 因為後面還會一條一槓 這一槓 所以把它加在這裡 對 因為它這個是格式的關係啦 因為它就是 它把那個字串裡面的東西變斜的 輸出應該就不會斜了 所以這部分 等一下看一下應該說 應該這個是它 也可以不是格式的關係啦 所以變斜斜的 OK 不是因為你眼睛斜的 所以 好 那Format特別注意喔 那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如果出來的話 那後面其實就照著做就好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執行 執行的話呢 其實只要執行那個 輸入什麼23.12 Enter 395.3 其實後面 這個亂打沒關係 因為這個後面我們還沒有 有沒有發現 N1跟N2 看起來 有沒有 有沒有跟這邊一模一樣 OK 看起來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OK 如果一模一樣 你後面就接著做 後面的程式就複製貼 直接改再改就好了 你怎麼知道是否正確啦 其實你會發現 這邊就是剛好 1 2 3 4 5 6 7 7個字剛剛好 OK 那預測是靠右對7 OK 中間一定是一個什麼 一個空白 再來就又7個字 1 2 3 4 5 6 7 有沒有 這個7的意思是說 剛好裡面一定是7個字 如果不足的話 他就補空白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好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還有這個 這個其實很簡單 Ctrl C 怎麼樣呢 Ctrl V 然後把什麼 把那個N1 改成3 有沒有把這個帶過來 這個改成4 有沒有 這樣子下面這個就出來了 那再來底下的還有他這兩行跟這兩行最大的差別是這個是靠右對齊這個是靠左對齊而已其他都一樣喔那如果說你要靠左對齊的話我剛剛在這邊有講過就是在冒號後面加一個什麼加一個小魚就可以了其實我的技法是這樣因為小魚有個箭頭意思說指那邊表示什麼呢 他是靠那個左對齊是靠左對齊如果只向上的話那表示至中對齊有沒有 大概是這樣記啦所以這個大概主要是熟悉 那個他的規則就OK所以主要是靠4 所以我怎麼樣把這兩行Ctrl C 然後怎麼樣呢到這邊enter一下啊其實什麼大概只要改對喔記得喔在7的前面呢加個小魚有沒有一樣的方法所以你就是這邊前面加4個這個小魚的符號這樣子的話呢應該就大功告成了好所以最後的話呢如果你將來考試的時候啦就是反正好就是給他輸入出去然後如果照著什麼 上面打如果看到下面的結果的話那恭喜你表示你應該是正確無誤 你就可以把這個檔存檔 再丟給那個評分系統幫你評分看看如果他評分的結果是 滿分的話那表示你可以做下一題你那10分就拿到了 所以一題做完換下一題如果你這個大概如果快的話啦一題大概做個3分鐘吧丟過去3分鐘 如果大概半個小時內就可以全部理論上順利的話 如果你比較慢一點的話也沒關係100分鐘慢慢做我想應該拿個70分我想應該也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然後564.329 OK我看一下所以最後的話你如果看到的結果 跟這邊一模一樣的話那表示你這個10分就拿到了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把那個剛剛我講的部分喔 最重要的部分喔記得就是說先打前面的字串 所以我剛剛是先打雙引號再加大瓜壺然後把冒號先打一般習慣上幾個字點格式給他做一個之後另外一個就把它產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那主要就是熟悉這種格式化的方法喔 以後即就是即便其他地方啦我覺得喔也還是會用到這個format 因為format太重要就跟你使用Excel一樣Excel裡面如果 你不懂的做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的話那 你不懂的做儲存的格式設定的話那很多地方喔 你那個Excel裡面的資料喔當然就看起來就非常的混亂 OK所以你會比如說你可能會用什麼 千分位符號啦或者是說你可能會把它格式化到第幾位啊等等的 其實這種概念都差不多喔只是說一個是輸出到Excel一個是輸出到以後你要輸出的位置啦 其實大體上邏輯都差不多喔所以請各位也許可以把102題這部分喔先試著做做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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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